我们老百姓一般在买车的时候 除了看价格看配置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看油耗 看100公里要烧多少升油 而我国的辽宁舰 作为我国第一艘航母 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那么辽宁舰百公里油耗是多少呢 咱们来看看省不省油 辽宁舰航母的动力配置 是4台TB12整汽轮机 一台就是5万匹马力 总共4台 一共就是20万匹马力 这4台蒸汽轮机配备了8台增压锅炉 而燃料为专门的船用重油 一吨的价格大概在2000元人民币 有专家表示 如果辽宁舰以18级的速度行驶 24小时可以航行差不多800公里左右 耗油接近400吨 那么算下来百公里油耗就是50吨 一吨2050吨就是10万 差不多就是一辆家用轿车的价格了 而辽宁舰加满一次油为7800吨 烧完之后156辆家用轿车就没有了 所以在未来我国的目标肯定也要放在核动力航母上面 核动力航母首先在续航上面非常优秀 以美国福特号航母为例 注入一次核燃料后 号称续航一次就能航行20年 除了省钱以外 核能还是清洁能源 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也不会像油料一样产生很多污染物质